儘管抗爭者有他的一個破壞行為 社會是不接受的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會有一個諒解、諒解、諒解 不同政見的人 他的膽子大了之後 他可以戴刀、戴鐵通 他們就沒事了 但是有些年輕的朋友 可能背包裏面有一把刀 就說常有攻擊性武器 這些落差太大了 落差太大了 落差太大了 陳仙海委員我都覺得真的落差很大 他們只是說負責暴力 你有沒有看過其他的暴力 民主黨你們本身有沒有負責這些活動 全部不出聲 現在香港發生的事情是不正常的 有沒有想到背後有什麼原因 會有這麼大批民主去做這些事情 我屬於是中性 但是我覺得現在解決香港問題 就不是大家情緒化 我覺得兩邊都是情緒化 情緒化是令到事情就不可以解決 只會越來越嚴重 我亦都觀察到現在人是少了外出的 證明有些事情根本是過分了 比如學生 小肺炎是學生 他們出來用這些暴動行為 是不可以贊同的 你看看昨天科大 他們跟校長說的事情 根本覺得很野蠻 很幼稚 你自己做了這些暴動的事情 你要人去檢責警方 這是什麼道理呢 最重要的是大家現在要坐下來 清清楚是怎樣 不是用暴動去搞定的 就不是說出去街上倒路 打地鐵 打爛 人家的商舖放火 這些完全是不正確的行為 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看到香港人都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政點 是